Hello 大家好 我本身很喜歡去旅行 亦都很喜歡去行山 會經過很多的村落和廟宇 去年開始我有個想法 會不會是拍一些照片 拍一些片 去了解一下廟宇的由來和歷史 因為我本身都不是拜神 對這方面的知識比較缺乏 但也很幸運 原來香港還有一些書 是介紹香港拜的神的由來和歷史 我用那些做一些參考 方便很多 好了 言歸正傳 講回香港海神廟的位置 就是在石澳的沙灘 這裡就是沙灘 在士多的左邊 走過沙灘 走到嘟嘟就已經看到了 講回這座廟 外面有一個廟宇 講廟宇的由來歷史 這個廟宇是1975年黑 他講的 這個石澳本身 以前的人 在風雨神昏之際 在這個海邊 海濱 即是在很遠處 就會見到一個女人 觸發告意 明艷照人 經常出現在同一個位置 但是村民走近這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會消失了 走遠後 他又慢慢又會出現 當年這個石澳健康會的主席 欣求先生聽了這件事 就向政府申請了一塊官地 自己拆枝建了這間廟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廟宇的廟宇的官方由來版本 但是我還有一個版本 就是流傳開來 比較可信性高一點 門口這裡也有一個土地公公 然後看出去 話說當年 大概1970年代 有一個商人 他生意上 就遇到一點困難 很屈滿 變了他有一次 就走在這個石澳沙灘 即是走在沙灘 鬆鬆口氣 走到這個位置 就會見到遠處 就有一個神像 浮一下又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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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覺得好奇 走過去 就撿起這個神像 就發現他的造型很特別 那他一時就想 神像神像神像 不如你保佑我生意周轉 過到這關 我就會報答回你 那很神奇地 那他之後的生意 就剛剛好轉回 那就搞回變條生意 那他呢 就覺得要報答回這個神 就在石澳這個位置 就跟政府買一塊地 那 拆枝就建了這間海神廟 那我們進一進廟 看看裡面 那間廟就很小的 就沒有燈籠的 但我們看到裡面 基本上都很簡潔 很乾淨 即是都很綺麗 那 那傳聞呢 就是exactly 就在外面那裏 撿到那個神像 那原本這個 我們廟裡面 看這個神像 就是這個 復製品來的 原本找到的神像 就在那個 商人的家裡 供奉著 那這個商人 是不是就是 殷球先生呢 那我就 真的不太清楚 那可能石澳原居民 就會知道的 那但是我搜尋一下 Google 原來這個殷球先生 就是 香港一間很大的 建築公司 叫協興 建築公司的 創辦人之一 那這一座廟 有什麼特別呢 就因為 他的神像 是 不知道 不清楚是什麼神 就是我們 不像我們 本身 就是中國人 拜開的神 那有些人就說 他是 中東 的神像 有些人就說 是 我們看看 那個神像 那個神像的額頭 那裡 有一個 那些牌 是不是好像 眼鏡蛇呢 會不會是這個 印度之神呢 這個是我的想法 所以 那些座廟 因為不知名字 所以 他那個神像 在海裡來 所以就叫了海神廟 但是每一年 天后彈 石澳原居民 都會聘請這個神 去一起看戲 慶祝的 那 海神廟就已經說完了 希望下次有其他 香港特色的廟宇可以說一下 下次見